177 《太陽報》 微信賣假的源投票稅700人中招 2015年7月12日兩岸 A25 《本報信》 廣州爆出主題樂園門票團購騙案 騙徒利用微信朋友圈 以旁視騙局手法推銷極優惠主題樂園投票 傳媒統計至少700人上當 涉判金額或高達千萬元人民幣 有市主貞團購總代理的陳姓女子而投資股票失利捐款 消息指他已被帶走調查 警方稱未定性是否旁視騙局 半假招來廣州不小媽媽的微信日前封傳通知 指代理香港迪士尼、廣州長龍、珠海長龍套票團購的陳女涉嫌 內容巨額團購款項 被警方調查 相關套票全部失效 消息令不小家長震驚 一名李小姐子早前從友人群組得知該團購 兩大一小香港迪士尼門票連酒店住宿等只需2480元 比市價便宜一半 稅一同購買 上週一起陸續有受害家長及陳女下線代理報案求助 知情人士相信 陳女以各種名義速消特價票 讓部分人先承行吸客 後用前人款項顛付上一批人的票價差額 三個主題樂園均否認陳女士代理商 與消費者以正常渠道購票 請問問請問 封門票 請問 封門票 請問